在撒哈拉沙漠腹地,一场浩大的工程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铁矿石问题如今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问题 为保障铁矿石供应,国家也接连出招 不止国内,国家发改委多次表示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发境外铁矿石资源,完善多元进口供应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中企参与开发的铁矿 已布局至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钢果、喀麦隆、哈萨克斯坦等区域 而矿区待开发的铁矿总储量已近200亿吨 2021年3月,中野国际工程集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和盛世阳光科技组成的联合体 与阿尔及利亚国家钢铁矿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将开发加拉、杰比莱特铁矿 据悉,加拉、杰比莱特铁矿位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亭渡福省 铁矿储量约为35亿吨,含铁品位较高 达到57%,属于漏天矿 初步估计该矿开发成本约20亿美元 约120亿元人民币 2014年为开发该铁矿 阿尔及利亚成立阿国家钢铁矿业公司 当时预计2025年产量达到1000至1200万吨 比起来这个新闻 似乎这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我们聊一聊 至于到底是什么故事 我们得从头开始捋捋 故事大概要从1952年说起 当时的阿尔及利亚还被法国制作式本土 被划分成四个省 有个叫皮埃尔 格文的年轻人 天天带着一群人 在黄沙茫茫的沙漠里到处游荡 虽然说是游荡 但是他有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那就是寻找铁矿 超级巨大的那种铁矿 至于为什么他这么坚定地认为 那里有超级铁矿呢 那是因为就在距离这里百里之外的毛里坦尼亚 发现了一座祖埃拉特铁矿 就是一个超级铁矿 据资料记载 当地的游牧民族经过毛里坦尼亚的时候 发现独独这里的这座山 跟旁边的山长的都不一样 人家都是黄色的 就这座山通体却黑 就这样 这座铁矿就被发现了 之后这些人就开始在这片沙漠里采矿 再用骆驼将这些矿产拖出去进行冶炼 后来法国人打过来了 这个铁矿自然而然就被发现了 经过法国人的探查 他们发现这个铁矿就是给宝啊 不仅仅有超过两亿吨的锄量 而且品位也非常高 甚至超过了50% 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 法国就专门修建了一条 长达704公里的铁路 在当时这条铁路可是全世界最长的铁路了 有了一座铁矿 那还会不会有第二座铁矿呢 所以法国人派遣了很多人 在茫茫沙漠里寻找超级铁矿 皮埃尔 格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他走到一个叫亭杜夫的地方时 他的感觉就来了 这个地方绝对有铁矿 之后也确实证实 这里确实有个超级铁矿 高品位的铁矿 寒铁48到57%的 有近15亿吨 低品位的 寒铁38到42%的 有近20亿吨 消息传来后 法国人简直要乐风了 因为当时他全国的粗钢产量 才900万吨 就算是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 当年粗钢产量也才5000多万吨 光这座铁矿 就可供法国用很多年 皮埃尔 格文也乐风了 能发现这么一座超级铁矿 就够他轻史留名的了 未来的历史学者们 是有八九将他哪一天出发 每天遇到什么 怎么坚韧不拔 最后怎么找到 这个超级铁矿的详细过程 载入史册的 他1919年出生 当时才33岁啊 所以大家都挺开心的 因为当地有个很小的游牧部落 名叫赖盖巴特 所以这座铁矿 也顺着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加拉 杰比莱特 到这里 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十分完美 但接下来的事 却让所有人都极其失望 这座铁矿 确实储量很大 品位很高 但要开采它 难度却极其的高 为啥呢 因为它和毛利坦尼亚的 祖埃拉特铁矿 虽近 但性质却非常不同 它是高磷而壮铁矿 高磷就是磷含量高 磷这种东西 被称为钢铁的毒药 因为它会使钢铁变脆 当时很多钢铁厂 看到磷含量高的铁矿 就不怎么肯要 含磷量高 本来就挺可怕的了 但而壮这两个字 更让人望而却步 为啥呢 让我们从25亿年前说起 25亿年前的地球 对现代人来说 那绝对是个地域 首先是极度缺氧 当时的地球上 到处都是二氧化碳 甲烷这种温室气体 简直就像个大蒸笼 第二是酸 当时的海水里 融化着大量的酸性物质 像二氧化流了什么的 据说PH值可能为3 啥概念呢 想要感受的话 去喝一口酸醋 差不多就拿酸度 第三是铁 海水里有大量的二架铁离子 所以当时的海水 很可能是淡绿色的 第四就是极度危险 因为氧很少 没形成臭氧层 所以紫外线可以 直接罩在地球上 RNA和DNA的结构 很容易被破坏 能快速杀死生命 就在这时 一种生物出现了蓝藻 它们其实不是藻类 是种细菌 地球毕竟很大 虽说整体环境极其恶劣 总有那么一丁点的地方 各种能把蓝藻干掉的东西 被屏蔽掉了 生命是顽强的 蓝藻就大量地聚集在这些地方 搞起了光合作用 它们通过光合作用 所以产生的氧气 会大量地溶解在海水里 氧化掉海水里的那些 二架铁离子 让它们变成三氧化二铁 也就是赤铁矿 或者氏氧化三铁 也叫磁铁矿 并沉淀到海底 怎么形容呢 这些蓝藻聚集的地方 有点像沙漠里的绿洲 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名字 氧气绿洲 蓝藻们很努力 它们不懈地搞了好几亿年 结果就是 原来整个海洋里的铁离子 几乎全被 它们通过光合作用 搞到了氧气绿洲附近的海底 还沉淀下来 成了品位很高的铁矿 现在的澳大利亚西部 就是当年的氧气绿洲之一 因为地球曾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地质年代中 有这么一个名词 成铁记 从25亿到23亿年前 成铁记弄出的铁矿 品位高 还容易冶炼 前些年 澳大利亚为啥动不动 就来个铁矿大涨价 就是会因为在它那里 有大量成铁记时代 遗留下来的铁矿 人家就仗着这东西 可以来拿捏人 但可惜的是 皮埃尔 格文发现的加拉 杰比莱特铁矿 不是成铁记的 而是泥盆记形成的 距今年代要晚得多 在4.05亿 至3.5亿年前 当时地球已经很热闹 珊瑚了 两栖类什么的 都出现了 这段时间也形成了很多铁矿 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在泥盆记的大部分时间 气候十分温暖湿润 大陆也分散得很 有很多个小块 大陆和海水交界处 就形成很多细湖或浅滩 但温暖湿润这四个字 其实和另外四个字 差不多算同一词极端气候 所以在当时 地球上经常起各种超级风暴 疯狂地下各种超级大雨 岩石快速风化 变成泥土 泥土也会快速地被水冲进海里 这中间就有一些含铁的颗粒 河水来得太急 所以它们在细湖或浅滩里 不断地被激流冲起 又沉下 渐渐地 在它们表面上 就裹上了一层层的薄膜 少得只有几层 多得甚至有十几层 每层成分还不一样 这种裹了薄膜的矿物颗粒 就较而立 后来因为地壳运动 这些细湖和浅滩消失 这些被狂风骤雨冲刷下来的铁颗粒 被压在了一起 就成了铁矿 所以从表面来看 是一整块岩石 但如果放大了去看 会发现它是一粒粒的 而壮铁矿 虽说品位很高 却很难冶炼 就因为它表面有很多层薄膜 但这还不算 还有更麻烦的是 这些铁矿形成的地方 可是细湖或浅滩啊 那里很适合动植物生存 这些动植物可是富含磷元素的 这些动植物死后 腐烂后 这些磷元素 有些和铁颗粒交合在一起 没烂的就以化石的形式 在铁矿中存在 怎么说呢 本来而壮铁矿就难也炼 偏生还冒出很多磷 前面说过这玩意儿 可是钢铁的毒药啊 就变得更难也炼了 到这里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不管是皮埃尔 格文 还是法国人当得知加拉 杰比莱特是什么样的一座铁矿石 会是重啥感觉了 锄量巨大 品位很高 但特么的就是没法冶炼 法国人也试了很多种办法 比如说他们弄出矿 然后用模子把矿石磨得稀烂 再放入强酸 把裹在铁颗粒外层那些薄膜给腐蚀掉 再弄去冶炼 结果发现 这办法倒是有效的 但就是成本太高 光这么搞一下 每吨矿石的成本就得七十多美元 但前面说过 加拉 杰比莱特铁矿 可在撒哈拉沙漠深处啊 想要把它运出来 肯定得像毛利塔尼亚的 祖埃拉特铁矿一样 得建很长一条铁路的嘛 运费成本 要不要再上去 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钱 显然就不划算了嘛 还不如去澳大利亚或巴西 却采那些当年在氧气绿洲附近形成的铁矿 加拉 杰比莱特铁矿 确实是做世界级的铁矿 东西也确实是好东西 但就不知道怎么下嘴 事情就这么拖着 很快就到了1962年 阿尔及利亚独立 当时撒哈拉地区很乱 这个铁矿被人盯上了 谁呢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的邻居 这家拉 杰比莱特铁矿 虽说位于阿尔及利亚和毛利塔尼亚交界处 可也位于和摩洛哥的交界处啊 再说了 这地方可是撒哈拉沙漠深处啊 荒凉得很 所以在1963年9月 摩洛哥大举进攻 没过几天 他就占据了两个地方 哈西贝达和游亭部 这两地方只有地名却没人住 其实是快荒漠 但从阿尔及利亚北部 通往亭杜夫 当然还有加拉 杰比莱特铁矿 他们却是必经之路 阿尔及利亚人怎么肯放手呢 立即出动大军 从北部狂奔上千公里 还动用了坦克 飞机 野战炮什么的 在这块荒芜到了极点的沙漠上 和摩洛哥军队展开了激烈争夺 这中间狗血剧情挺多的 比如说 摩洛哥军队光想着铁矿 却忘了防守自家 结果老巢被阿尔及利亚军队冲了进去 被夺占了好几个城市 中间还有外交战 比如说摩洛哥人说 古巴 埃及和叙利亚人支持阿尔及利亚 所以和古巴断交 从其他两国召回大使了什么的 为了这铁矿 大家打得天昏地暗 直到1970年 两家都打不动了 这才签订边界协定 最后明确停杜夫 还有这铁矿属于阿尔及利亚 好不容易 浴血奋战 才击退了寄予者 阿尔及利亚人就考虑怎么开发它了 正好很多世界级的矿业巨头 看着这么大一个铁矿 也口水直流 明知这玩意儿是快难啃的骨头 但架不住它量大 它品位高啊 于是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还在打仗时 就有一波波的人忍不住诱惑 冲进这块战区 带走一块块矿石 拼命去研究 想找出办法 结果论文倒是写了无数 办法却一点没有 知道消息后 摩洛哥人傻眼了 阿尔及利亚人也傻眼了 两家心情都一样 原来我们拼死拼命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 苦战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只能看着爽 却没法变现的玩意儿 这种感觉真的很痛苦啊 怎么办呢 在边境协定签署后 阿尔及利亚人觉得 虽说大家之前有救援 但看在钱的份上 我们还是有必要 来和摩洛哥人 好好谈谈这铁矿的事 前面说过 弄出矿 用模子把矿石磨得稀烂 再用酸泡这套流程 估计是省不掉了 但铁路我可以往短里修啊 怎么修呢 这地方离海最近的 其实不是阿尔及利亚 而是摩洛哥 他就想拉一条铁路 矿踩出来后 从摩洛哥出海路途短了 这钱不就省下了吗 说不定就能开发了 但因为成本太高 对这方案 国际矿业巨头 基本不感兴趣 摩洛哥人也坚决端着架子 摆出一副狮子大张口的模样 拖着不肯批准 所以这个世界级的铁矿 自从他1952年被发现后 虽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大家对他 不是不感兴趣 但一说起这么开采他 所有人摇头 到什么程度呢 阿尔及利亚明明有世界级的超级巨矿 它每年还得进口不少钢铁 说到这里 这个铁矿的结局 大家差不多已经猜到了 东方某神秘大国出手了 到这里 就可以看这条迟到了很多天 也没多少人注意的新闻了 大约一个多月前 在6月24日 就在这个亭杜夫 举行了一场签约仪式 中国CMH联合体公司 与阿尔及利亚国家钢铁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 成立两家公司 一家是矿业公司 专门负责采矿 一家是钢铁公司 则来练钢 协议里还说 2026年 实现200万吨原矿十年开采能力 和100万吨钢皮年产能的 综合钢铁厂投产 并带通往矿区的铁路修通后 逐步扩大产能 到2035年 规划达到2500万吨 矿十年开采量 钢铁冶炼规模 也将达到千万吨级 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要说了 前面不是说 这高鳞儿状铁矿 非常难冶炼 很多国际巨头 都寄予好几十年了 却还是摇摇头放弃了 东方某神秘大国 有啥金刚钻 能揽这瓷器活 还真找到了 这里就得说过去几十年 为啥那些国际巨头 看到加拉 杰比莱特的矿石 都纷纷摇头 因为他们脑子里 一直有种老思路 冶炼金属吗 肯定得照着顺序来 先要选矿 把矿选好之后 再送高炉里和焦炭啊什么的 再一起来练吗 上面为啥说到强酸 它也算选矿流程吗 所以这些年 就有人提出 对高鳞儿状铁矿 为啥我们必须得先搞选矿呢 为啥我们不把矿石踩出来后 不过选矿这个程序 就直接去也练呢 等把铁矿连带着杂志 一起练成铁之后 我们再来去掉杂志 当然主要是林 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东西 不同样也能炼出高质量的钢铁吗 但要这么搞 就不能像之前那样 用焦炭来炼铁了 而要用天然气或者煤气什么的 把它们鼓进高炉里 再去炼钢铁了 这办法好不好用呢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今年4月12日 这项技术的可行性评审会 已经通过评审 评审小组还一致认定 这套工艺技术可行 再能获得低价天然气 或煤质还原器的地区 经济上也可行 而且更觉得是 阿尔及利亚这国家 可是盛产天然气呀 锄量很丰富 产量也很大 像它在去年 就像欧洲出口了 1000多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 炒得沸沸扬扬 什么北西管道了 一会儿这个国家说要禁止 一会儿哪个国家说吃不消了 必须得进口了 三天两头上头条 但俄罗斯之前一年 出口欧洲的天然气 数量是多少 1500多亿立方米 所以人家是县城 就有天然气的 可以直接拿来炼钢的 而且在阿尔及利亚炼钢 还成本特低 有媒体报道说 按照我们准备用在 阿尔及利亚的这种工艺 也炼一顿钢铁的 所要用到的原燃料成本不到100元 我们传统高炉呢 成本要1000元 这就差得太大了 顺便说一下 除铁矿外还有一件事 我们都知道钢铁行业挺耗水的 这铁矿附近有没有水呢 有道是有但很小 当地有两处泉沿 一处一天出水0.5吨 另一处出水 还不到这个数字 连人喝都不够 肯定没法就地冶炼 那就得想办法运出去 但前面说过 本来摩洛哥离阿尔及利亚挺近的 但两国关系不好啊 所以只能从阿尔及利亚境内 从铁矿区往北运 这距离就长了 要1000多公里 既然铁矿从采矿到冶炼 都是大家一起合作 那这条铁路会怎么建 大家差不多也能猜得出来了 到这里就该来个总结了 首先别看在西非的尼日尔 各种力量搞得好像非常热闹 搞得这些天热度很高 其实我们就在他们不远处 只不过他们有的是想继续搞掠夺 有的是想扩充地盘 我们在搞的是真真实实的建设 这些斗争 很多都是无本之木 我之前就一直在说 战略关系必须靠战略项目来维持 如果没有战略项目 这些争斗都是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其次 如今我国企业不断开拓新的铁矿石供应来源 这对长期以来 占据我国进口铁矿石市场的澳大利亚来说 显然不是其乐于见到的事 据日经新闻3月31日报道 中国目前正积极在非洲几内亚建设铁路 试图将铁矿枢纽 从澳大利亚转移到第三市场 据官方披露的数据 2020年我国总计进口了11.7亿吨铁矿石 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占比高达62.5% 澳大利亚投资公司Shaw & Partners的 金属和矿业高级分析师彼得 奥康纳指出 到2025年 澳洲铁矿石可能将会失宠 而非洲几内亚将有可能成为 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新来源 所以澳洲别再妄图卡中国脖子 不再需要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后 这个国家拿什么来叫板 以后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 为了对华施压 在铁矿石价格上面 搞小动作报复中国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另外 像这种高龄而状铁矿 全世界储量得有几百亿吨 之前不知道怎么冶炼 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 展望未来 中阿合作的潜力巨大 中阿合资公司 在开发南部巨型铁矿 和建设大型钢铁联合体的过程中 将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两国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福祉 做出重要贡献 而这一合作的成功 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样本 在开发南部巨型铁矿石里面